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 内侧摩擦现象是造成 膝关节的软骨 逐渐慢慢随年龄破坏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个摩擦现象从年轻就开始 膝盖退化真的不用 非得走到人工关节治患这一步 他是大陵慈祭医院医师 吕少睿 全台最难挂上号的骨科权威 过去总认为不可逆的膝关节退化 他提出颠覆传统观念 说我们可以从年轻做起 就自己注意动作要尽量少弯 那不可能不弯 所以非要弯的时候 就要注意你的动作要慢 不要让它产生破坏 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弯太久 但毕竟不能因烟废食 生活中还是可以弯膝盖 只是要避开危险角度 内侧摩擦现象非常符合 就是中年的内侧周壁 带进去的话就危险角度是60度到120度 这样看来明明没有动 长时间脚弯90度坐着办公也是危险行为 除了生活呼吸还可以服役三种保养膝盖的动作 脚把它伸直 尽量跟这个地板平行 平行那这个大腿绷紧 那注意那个脚踝要勾起来 医师练大腿肌肉 就是把膝盖抱起来 还有抱膝三式压膝盖 可以感觉到后膝窝 有被拉紧的感觉 吕少瑞医师更指出如果膝盖已经破坏 依然可以不用考虑换人工关节 关节进软骨再生 促进手术 可以移除关节内部不正常的摩擦现象 让膝盖软骨喘息与减压 骨科权威希望打破医学迷思 让膝盖走到终点之前 患者还有其他选择 带来新闻王宇前检原籍 李军威 李明华台北报道 李军威台北报道